OK 咱们来录第三章 有观众表示说想让我把摄像头开开 那就把摄像头给大家开开吧 今天没洗澡 没洗澡所以还没刮胡子 大家先凑合看一看 凑合看一看 然后画面会有点红 有点红是因为今天外边阴天 然后我这个屋子的房间的灯光问题 它会有一点显得有点发红 不过影响不大 然后咱们继续来进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是干什么来着 第三章的剧情忘了 第三章反正咱们先上来先去救狗 先去救我们的小白狗 这个狗打完巨人以后 就是 它会趴在墙上 它会趴在山上那等着你 然后看着你 但是看一会儿以后 它就会趴着 趴以后他就不理你 然后村长家这个东西 就是第一次来的话 看到的那个东西 这个 这样一个藏包我没拿 我回去拿一趟 因为 后边村长家倒是还会来 那不用拿了 我要再下次再来再说吧 不行 得去拿 因为咱们下次再回来的话 是从那个村庄过来 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走的这条路 我们要走的这条路 还是还是得回去拿一下那个宝藏 那个宝藏应该是一个挂在天上的 我之前没打 那种属于那种比较小的宝物 我可能印象不深了 应该就是在这挂着 我们后边回来的时候 是从那个村庄那边往村长家走 所以不回这个位置 咱们这就给它顺路给它拿了 咱们这个录制的速度随缘 跟咱们的观众说一下 这个是一个随缘 因为真的就是想给大家当成一个睡觉用的素材 大家就不那么细致 也不是什么技术流 所以大家 这个人的话 我个人的建议是把它绷死 把这个人绷死的话 他就不会去放狗了 因为如果你不杀他的话 你回到他实际上见着你就跑 他是回去放狗的 你把他崩了以后 你回到村庄 这个村庄里就没有狗 我印象当中是这个样子的 好吧 这个地方就是你先打死第一只的话 在第二只落下来之前 你先打死第一只 第二只就不会飞走 这块我想想 没打开一个完美体数 好费耐久 真的是 算了我们去把它拆了吧 然后那个 上锁的箱子 在二楼吗 我怎么记不清了 上锁的箱子在哪来着 完全忘了 完全记不住了 完全记不住了 这在这 这个是刚才我开的 这个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 那个东西 上锁的那个箱子是从哪走的 记录这个方面我确实有点入 一周末我记忆当中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一周末整个下来的话是可以呃就是满改大概四把枪 如果你是典藏版的话应该是可以满改五把枪 甚至可能不止甚至可能不止 这块回来以后比较好的路线是从这块然后右转去走那个景 感觉像一个智障 哎 比较好的路线走这个景但是我刚才是为了去开那个开那个箱子 所以浪费了一点路程 就说后面每次从这个再回到村庄然后走这个路线的话都是推荐走这个景的 这个老泰的能从这按啥吗 我记得好像可以果然 哎 要不要弄死他呢 好了 这样村庄里就还剩最后一个宝物最后的那个宝物需要你救完ah里以后再过来拿 这是个魁车 这个应该就是这个房间里边所有的东西了嗯拿完了 那个是巨人的头骨 对咱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就捡到伤人了 这个任务是麦魁蛇 魁蛇的话 后边就是拿船游那一关 会有好多好多的魁蛇 所以现在不用着急 现在的宝石数量好像还行 可以拼一个 不用特殊的省啊 第三到了那个承包以后 稍微攒一攒保持就可以了 现在不用攒 现在攒没有用 然后卖掉这个魁蛇调教一下 丢一下匕首 然后升一下手枪的 把手枪这些属性给它升满 还有这些钱 升一下喷子吧 到这儿 这块是教堂 这块敲敲靠近 然后一刀 转身一刀 把这个任务做了 这关是救Ashley 那今天 今天咱们就打到 把Ashley救起来吧 Ashley救出来 救出来 咱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因为晚上还有那个刀摊的比赛 还有刀摊的比赛要播 得稍微睡一会儿 这块那边暂时不用去 因为后边会 后边会过去 所以现在暂时不用去 这块先按一下 按一下让地图上有这么一个记录就行 然后这块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的话 有一个就可以有一个地图了 不看这个的话 是不给你地图文件的 看一下给个地图文件 这块的话提前把门开了 但是不用走 其实不提前开也没事 这个无所谓 但我个人习惯是提前开一下 前面那块还是一样 咱们就直接把怪全清了 好吧 把怪都拉过来 然后把怪全清了就完了 把这个怪都拉过来 这你也能打着我 这么准啊 你好准啊 真的是 要是先走过来 怪给他杀一下车 大哥你快点 说你呢 你再不过来 他扛不住了 快点 这是个魁蛇 我记得 果然 生完了 生满了威力的手枪 是厉害 是厉害呀 话说回来 其实我还真 就是 只有一周目 我打的是普通难度 后边就没再打过普通难度了 还真是没怎么感受过 这个普通难度下手枪的威力 那大妈呢 我记得打到这以后 后边会来个大妈的 到这 你这么脆 崩这么远 回来再捡吧 前面那大哥 应该已经把自己给烧了 烧没了 这块拿完这个东西 把这个宝物打了 后边下一张 能拿这个东西 后边的怪 杀不杀无所谓 算了 吊着吊着吧 反正这一座 吊着的也挺好的 吊着以后 它会那个什么 吊着以后 它那个东西会留在上边 这个就是 第一次来玩的话 也很坑 因为第一次来玩 这块有好多的炸油线 我刚想说炸油线可以利用一下 你过去把它拆了 然后走到前面回身拿枪 把那个打了 出出一个丢人 蓝色徽章 这块就是非常经典的 闪光雷 一颗闪掉所有的这个乌鸦 然后顺便闪掉这个狗 这个狗也被闪掉 两枪打掉 闪光雷稳赚不赔 然后上面这儿有一个蓝牌 这儿有一个宝物 这两个都打了 这张地图就收集的差不多了 路过的那块 有一个手箱子 但我没剪 我们去拿一下 虽然待会儿还会回来 但是我怕忘了 第三张是这个 第四张是 第四张是大鱼吧 好像 停不住了 这块神坛的 也点一下 点一下 让它地图 让它有一个显示 后边的那个 就是蓝牌都在 那个 全是水的那个村子里面 村落里面 污水的村落 肥蛇卖掉 然后 好像没有什么可卖的东西了 物资的话 现在其实用不太上 我打算是把所有的大物资 都用来去核 那个 高爆手雷 我在想我需不需要去用高爆手雷打那个双瞎子 因为其实我纠结的一点是 买这个配方 算不算买武器 我有点纠结 不买肯定是能过 但是多少会有一点点 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违规的嫌疑 我无所谓 到时候再说吧 双瞎子 双瞎子战的话 不用手雷也不难打 这块我们就不看了 这个是 这块我们就不看了 这块我个人 个人的习惯是 先收集这张地图的东西 后收集其实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最后再回来拿几也行 我个人的习惯是先收集这个 然后走到这儿把蓝牌打 这张好像就打大鱼了 对对对对 这张我都大概打大鱼了 大鱼能差弱点 好像是可以能差弱点 但是我难度有点大 对我来说 我就不差弱点了 同志们 咱们的子弹看似不多 但其实主要是因为我没 我好多东西都没用 看似不多 其实非常浮育 这块为了省点子弹 蹲在这儿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这个牛牛下来 等一会儿牛牛下来 然后牛牛会在这抽搐一下 直接把牛牛暗杀了 然后这个地方我个人建议啊 个人建议就是稳一点打 哇你好结实 这张地图不要着急出去 不要着急往前走 因为那个什么 这张地图前面好多的 那个怪是从高处朝你扔东西 然后还会有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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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妈这一冲拳好猛 还会有 嗯 好多炸油线 这个那个你路过的地方 好多炸油线 所以这块一周末如果大家是新玩的话 刚玩的话这张地图一定要慢一点走 就算我已经通过六七周末甚至七八周末了 我可能打这块我也得稍微怂一点 还有就是所有的蓝牌都在这张地图 绕了一圈 这有个鸟屋 就是这个东西 看到了吧 这块绕过来绕过来以后这块有一个宝物 是一个烟斗 这个在老生寺那块也有这个烟斗 只不过那个烟斗是在鸟窝里头 并不是像这一座一样在这么一个东西里面 这个就是那个魁蛇 这张的魁蛇特别多 这张就是如果你前面一个魁蛇都没收集 也没事 因为这张就光这一个湖村区域就有 哎呦我去下锁了 还好看呢 光这一个湖村你就能找着那三个 就是保底能让你找着三个魁蛇 所以不用担心 你跳下来了 跳下来了 跳下来了那就 那蓝牌呢 大哥别起来别起来 少一发子弹是一发吧 反正这一枪就死了 然后关于那个就是其他的魁蛇在哪啊 待会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就知道 这个区域然后从这走过来 从这下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最后一个蓝牌在这个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拼图 这个六边形拼图 就是在这个区域 大家看到了吧 这块会有一只 然后刚才我不是在那个水里边还打了一只吗 然后如果你那只没打着 你现在还差一个的话也不要着急 你就在这慢慢溜达溜达 你就看看地上 你就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还有 呃在这个里边有的时候是 这块我就不找了啊 因为这个就是咱们碰上了 咱们就拿没碰上的话就算了 一般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再碰到一只 嗯没碰到没碰到就没碰到我就无所谓了 咱们反正也凑够了 哦 这儿呢 看见了吧 啊 就在这儿呢 给大家尽量演示一下 虽然这个游戏其实已经现在网上视频已经多多如牛毛了 但是万一要是有没玩过的朋友想看完了 我我做的这个视频想玩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 这块有一个炸药线给他打了 这块你拿完了以后还会再刷一些怪出来 这个杀不杀就随随你了 我懒得我懒得拿那个销售枪打了我就直接 你先你先别过来 我先把这个囊了 啊 躲得好 啊 躲得好 啊 躲得好 好 这块我们就该去打大鱼了 打大鱼 打完大鱼 下一张回来就有Ashley 下一张开始就有暴虫的敌人了 这块我们那个蓝色宣章也打完啊 蓝色宣章打完了 两个拼图也拿完了 下最后一个拼图是在下一张 呃 第四张拿下一个拼图 OK 我们开始插大鱼 一个 射 两叉 三叉 四叉 五叉 六叉 七一下 哎 这一下没插着 中这一下没插着 这个大鱼的血量它是每次下水以后都会回血 很讨厌的 就是大家感觉这个大鱼比原本的那个老版本的生死结实好多 就是因为它这个每次长时间下水以后 它又回血 上了以后它那个血就剧多 哎 这下没插着 哎 这也没插着 算了 等一等吧 这块可以插两插 就是第一插插的早可以插两插 当然没什么用就是了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左上角就是这个 呃 大鱼的血量 1281 然后为什么1281这个数 呃 因为这个怪它的 就是你每一插掉血 我记得是60 呃 然后你插到最后 经常会插到它只剩一格血 然后它一下水 它这个血就回上来了 哦 我是一边一边说话 一边聊天一边去录的 所以就是打的会稍微刺一点 大家看现在它显示的那个血量是 553 450 然后370 267 哎 完了 撞船了 撞船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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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难度咱们的还是 反而还是比较结实 这没插着 现在是267 我记得它这个 下去以后再上来 它那个血量就回上来了 差了一点没一招 没一招 好 44 看看下一件 下一毛能不能这些叉子啊 你看它又300多了 看一看它的血量它又300多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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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有点难插 两个血让我插你让我插你点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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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那咱们第三张完事 第三张完事 那么还算还算顺利吧 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第三张打的时间要长25分钟 然后第二张是打了18分钟 第一张20分钟 还行吧 整体还可以 那咱们这一张的节目就也给大家录到这 然后那个 后边的节目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想看的一些东西的话 想让我展示一些在游戏的过程当中展示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都可以说 白金了以后其实对于游戏里边大部分内容都是比较熟悉的 大家想看什么可以跟我说 当然还是那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咱们不买枪 不买枪 就这一个简单的基本原则 然后大家提的要求我会挑着我能达到的给大家演示 好吧 好了 那么这期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那里猫还在睡觉 今天的这个商业危机的剧情流程也就到这了 后面咱们这几天我看时间好吧 谢谢大家